主料,五花肉,豆瓣酱,老抽,番茄汁,鸡精,鹽巴,蜂蜜,料酒,蒜头,黑胡椒,选择半肥半瘦的五花肉一条,在锅里放黑胡椒粉和大葱煮,大火到小火15-20分钟,捞出来,料干,我是用吸油纸吸干的,然后把所有的料放在一起,像打蛋一样,搅在一起,用刷子全面刷一样。 再放锡纸上,先烤十分钟,拿出来再刷一遍,放进去,十分钟,再刷一遍,后面两次五分钟刷一遍,到最后五分钟把剩下的汁全部刷到肉上面,时间到,拿出来就可以了。 我烤了些中式蔬菜,来配送五花肉,其实烤的时候,又基本烤干了啦,又没有很想吃呀,哈哈,记得做菜是可以想象的哦,烹饪技巧,记得前两次是烤十分钟,一定要用刷卤鸡一次,后面是五分钟一次,最后一次用剩下的卤汁铺上去,按烤相关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